今天的全世界跟曼威尼们来说是黑色的一天,曼威之父斯坦里在好莱坞一家医疗中心去世了。 向年九十五岁,斯坦里一生创作了无数深受观众喜爱的超级英雄,蜘蛛侠,美国队长,绿巨人,金刚狼等等,为尼打造了一个充满希望慢慢的宇宙,最近热定的独夜中,斯坦里出镜的彩蛋还在延续,可现实生活中,他的生命却永远停止了。 回想过去的十一个月中,从科学界,文学界,音乐界再到演艺界,我们失去了太多陪伴我们长大的人。 接下来就让小巴和大家一起回忆那些远落的明星,首先来看科学界,最震惊世界的消息,莫过于霍金的去世。 今年3月14日,英国物理学家霍金病逝,向年76岁,霍金是研究宇宙和黑洞的专家,虽然他全身痰痪,仅有三根手指能动,但是却写出了时间简史这样的著作。 其测试文学界,3月18日,台湾作家李敖在台北去世,校年83岁,李敖生前诸有北京法人寺,李敖有话说,红色十一等一百多本著作,他文笔犀利,批判尺度大,其中有96文书被禁,创下历史记录,李敖曾多次被传死讯。 2013年他还做客康熙来了,亲自曾经去世谣言,可五年后的这一次,却不是谣言,李敖去世七个月后,金庸已去世了,金庸是中国最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,创作了《神雕侠侣》,《尺雕英雄》,《传艺天屠龙记》等十五部经典的武侠小说,根据其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超过一百部,内地,香港,台湾甚至新加坡都有改编。 在其次是音乐界,1月15日,小红雷乐队主唱《陶勒斯醉酒》,在乐当中逆水死亡。 小红雷乐队是爱尔兰国宝级乐队,陶勒斯也是九十年代最出名的女主唱之一。 王菲曾主动翻唱她的代表作《TREINS》也就是《幻乐之城》中的那首梦中人。 9月19日,内蒙古歌手夫人巴雅尔,隐心机刚坐在家中逝世,她和妻子,小侄女,曾一起在2006年的春晚上,演唱吉祥三宝,穿场度特别高。 9天后,那地摇滚歌手藏天朔也因病去世,她曾因一曲朋友红遍《大江乃北》,也曾因打架到欧郎当入狱,是一位极具争议的歌手。 最后再来说说演艺界,今年4月,金粉世家的导演李大为因病去世,年仅47岁,董洁,陈坤,刘一飞等主演,纷纷发文悼念,9月,向生界大师常宝华,师生结,以及评书大师傻前方相继一世。 观众一下痛失在位老艺术家,10月,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勇因病在美国病逝,年仅50岁,小时候看着幸运52,非常6加1等节目,长大的90后们再也听不到那句,我是主持人李勇,下期节目再见。 11月,号称杨绝武财山的香港演员,蓝杰英在家中去世,一代美人祥肖玉云,只留下无数经典的影视角色,还有很多其他作家,演员去世的消息,小八没能一一列举完,但光看上面这些就已经够令人伤感的了,距离2019年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,真不希望再听到名人去世的消息。